知识媒体人周一寇爆料说 陈时中很确定就要代表 民进党出战台北市 消息传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天其实蓝绿都有大动作 当然蓝营是痛批陈时中 说你想绕跑老百姓何去何从 但是这个时候好龙斌跳出来了 他是告诫蒋万安 说你这个市政的程度 根本就比不上黄珊珊 所以你要把深蓝选票顾好 这35%如果跑掉了 黄珊珊又拿到20%以上的话 再加上对手如果陈时中的话 那就一定是民进党当选了 所以就请教这个将军 你怎么看这个台北市这一局 看起来是不是真的这个陈时中 马上很快就会宣布提名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桃园这个部分 因为您是桃园在地的 那今天的联合报最新民调 林志坚才宣布多久 他的民调已经超车张善政 虽然才差了这个两三个这个百分点 但是已经在领先了 甚至这个大概有更多这个民众认为 这个林志坚是足以这个取代这个郑文燦 来延续郑文燦的接下来的市政 那将军现在在桃园的状况怎么样 那听说很多人跟这个林志坚 民进党的小鸡们急着挂看板 可是国民党呢 就您的了解 我先讲台北 其实台北陈时中参选 已经是见在选上了 迟早的问题一定会参选的 因为其实台北跟新北两个地方 对民进党来讲 都是一级非常艰困的选区 不好选 那但是国民党 其实在在台北市 是有一定的优势 那优势是在PK的状况之下 蓝绿对决 那国民党有优势 因为他的基本盘比较大 可是中间如果出现了第三咖 那就不难 那就那个生死就未定了 就很难讲了 因为只要有第三咖出现 那绝对不是分民进党票的 民进党很奇怪 这个政党即使在选前 风风雨雨 选后就很团结 这是这个街头出来的政党的 这个草根性非常强 可是国民党不一样 国民党的权力 是由上而下 那如果一经分裂 各自为政 哇这这种状况 就很难来盘算 所以蒋万安 现在最大的敌人 到底是陈时中 还是黄珊珊 对 对我相信蒋万安心中很清楚了 那但是郝龙斌为什么出来讲说 他的市政经验比不上黄珊珊 这实话 郝龙斌先生是前市长 他非常明白 他讲的是实话 因为黄珊珊做过超过二十年的台北市议员 他对于基层里长的经营非常的深刻 他又跟着柯P做了四年的副市长 所以他对于台北市政的运作 他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所以说当然来讲 黄珊珊对于台北市政的经验 跟熟悉度 绝对超过蒋万安 那但是蒋万安也不是没有胜算 蒋万安的胜算是 他要找对目标 他要找对目标 如果蒋万安一直去打黄珊珊 对他来讲 没有好处 这好龙斌的确讲的大白话 讲的实话 因为黄珊珊跟蒋万安都被选民认为是蓝色的 都是蓝色的 那如果你蓝银两个互打 然后认为是同色同温层互打 没有人会支持你 所以我觉得蒋万应该要找对市政议题 攻柯文哲 不要去攻黄珊珊 然后呢 找对防疫的议题 攻陈时中 而不要去攻黄珊珊 他这样才有胜算 所以我觉得好龙斌是好意 那只是好龙斌每次讲话都很实在 听在候选人的心动 都有一点点惆怅 那我再讲桃园 桃园状状况又不一样 我今天早上出门 一看到我们家门口那个大看板 哇小鸡就跟林志坚结合了 哦这么快 非常多非常多 看板都完全更新 一个晚上都更新了 表示林志坚对于基层的民进党的 这些参选的议员来讲 是有加分的 而且加分应该还加了不少 很多人讲说他是落跑市长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落跑市长在桃园 很快就不会有人讲 因为桃园有前车之鉴 朱立伦也是落跑县长 他也没有当满 朱立伦也没有当满县长 所以这个事情再吵下去 会伤到朱立伦 那如果伤到朱立伦 就是伤到张善政 对所以朱立伦现在桃园的 那个支持度已经很差了 如果再去伤下去 那张善政影响就大了 那么我再讲说支持度的问题 支持张善政大概都是六十岁以上 绝大多数六十岁以上的人 非支持张善政 也不是全部 也不是全部 就是支持他是六十岁以上的 但是四十岁以下的 几乎一面倒支持林志坚 所以这个状况就等于说 年轻人跟长辈的对决 那这种对决的方式 又可以再仔细的区分 就等于北桃园支持林志坚的多 南桃园支持张善政的多 所以我上个礼拜就有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林志坚要把他的户籍 放在南桃园 他他就放在中立 所以原则上 他有一个破釜成州的决心 就是我要在深南选区 我要来耕耘 然后这个比较清绿的选区 北桃园 那郑文燦也帮他hold 对那张善政 他并没有把他的户籍 往北桃园放 他是放在南桃园 那就是同温城会比较温暖 对那这个状况 会不会有扩散效应 我就有待观察 再讲到是两党之间团结的气势 对于民进党来讲 林志坚如果输了 郑文燦八年白干 对 真的白干 因为现在桃园是民进党执政 如果林志坚没有选上 郑文燦辅选失利你八年的政绩也归零 那未来郑文燦的政治前途 没了没了 不能说没了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光明了 所以林志坚的获胜与否 跟郑文燦的影响很大 跟民进党影响也很大 因为民进党这是执政县市 你丢了叫做 你丢掉一个县市 所以他不能丢 一定是请全党之力 然后郑文燦矛起来 当成自己的选举来选 不是辅选 郑文燦不会把帮林志坚当成辅选 他会当成自己的选举 那么国民党 因为也攸关郑文燦的未来 关系大了 关系很大 关系大了 很大 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他会当成自己的选举代选 那么国民党呢 最大的诸侯是谁 在桃园来讲邱毅胜 邱毅胜议长 邱毅胜不是不帮 邱毅胜一定会帮这个张善政 可是邱毅胜 他有两关要过 第一关要选上议员 这应该没问题 邱毅胜选议员是ok 第二关要有议员 选他当议长 那么他需不需要为了张善政 跟所有的议员扯破脸 对你说蓝莹没有问题 蓝莹这次的桃园市议员 能不能过半 问号 如果没有办法过半的话 你是不是要吸收无党籍的 甚至一些潜綠的议员 来支持你才能当议长 所以他需不需要在这一次的选举 跟无党籍的 跟潜綠的议员都撕破脸 甚至跟民进党议员撕破脸 我相信邱毅胜不会 每一个要当议长的人 都是面面俱到 我每一个议员 我都不要跟你吵架 每个议员我都照顾得到 这才能当议长 所以说邱毅胜 他没有办法矛起来 像郑文燦一样的邦尼之间 他对于张善政 就是我会帮你 能够帮的地方帮 不能帮的地方 你不要为难我 那邱毅胜如此 桃园其他的这些候选人 曾经想要挑战桃园市长 不是一样如此吗 对不对 我能帮的就帮 不能帮不要勉强我 因为我有我的选举要选 所以说张善政面临到的是国民党的局部团结 所以说能够拿到多少蓝营的向心选票 这是一个待观察的问题 可是林志娟不一样 林志娟的胜与负 是代表了民进党在桃园 能否耕耘下去的关键因素 曾文燦是当成自己的选举在选 所以我说用这两个地方分析 大家就知道 以目前的支持度来讲 那只是开始 那只是开始未来会不会持续把整个差距拉大 我觉得还有很有观察的程度 而且桃园的民意支持度 往往会跟投票差很多 等到投票投出来的时候 你会更吓一跳 因为我在桃园复选这么久 很多人都是沉默的选民 因为他可能是他的家族是泛蓝的 因为桃园原本是蓝大于绿 但是他心中并没有那么支持泛蓝 所以说你问他说我会 我会为定支持可投票的时候 那可不一定 那个心是很诚实的 会投给他心中所属之人 所以我觉得桃园的选举 这一次可能会成为全台湾选举 最受瞩目的地方